同围淡水鱼为什么贵鱼价更高 它是处于食物链比较高端的位置 高价背后又有哪些养殖风险 几十万一百几十万就很快没有 臭味食物致癌的说法是真是假 后卫食品真的安全吗 淡水鱼中的贵族贵鱼 欢迎收看本期谁知盘中餐 这根素颜碳产地量化饰演变真伪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水之盘蒸餐 今天咱们这盘子中的这种美味 一直是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菜 而且因为它富含优质蛋白质 脂肪含量低 还是营养学家推崇的白肉 今天我们要验的就是鱼 今天大家先来猜猜这两条鱼 哪条鱼重 可能您会说了 你这不开玩笑吗 这一个大一个小的 这还用猜肯定是大的重啊 等等 结论先别下得这么早 我们来现场称重来看一看 这下大鱼我们来看 多臣 520克 好 我们来称小的 你别说这一拎就还挺重的 我没看错吧 居然是497克 就差了20多克 但是大小真的差了很多 估计您可能也奇怪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就跟鱼的品种有关 我们来看看这两条鱼 分辨了什么品种 那这条鱼呢 估计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鲤鱼 我们老百姓非常常见的一种鱼种 大概是13块钱一斤 那旁边的这种鱼呢 它叫鲑鱼 这价格也挺贵的 88块钱一斤 有人说呀 这个鲑鱼呢 拥有鱼中肌肉男之称 虽然个子小 但是特别压称 而且味道鲜美 那为了解这身材和价格 都很结实的鲑鱼 我们的探讯小分队 今天将来到我国鲑鱼主产区之一的 广东省清远市 一探究竟 西塞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 鲑鱼肥 如果说古代吃货 让鲑鱼出占光彩 那么现代吃货 更是让鲑鱼名声大噪 也许因为贵字难写 也许因为身上的花纹 在珠三角地区 桂鱼又被称为桂花鱼 与我们熟知的草鱼 连鱼等四大家鱼 同为淡水鱼 虽然同为淡水鱼 鲑鱼的价格却高出很多 是淡水鱼里的小贵族 为什么价格高出几倍呢 这第一点就与 鲑鱼肌肉男的特质有关 据统计 广东地区鲑鱼的产量 占到了全国的30% 而距离广州不到1% 鲑鱼的自然条件和肥沃的水质 为桂鱼提供了优质的生长环境 它的这个水资源 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点 河流啊这些比较多 然后呢在整个清远的话呢 这个淋鱼的产量 它也是相对比较丰富的嘛 这个为这个桂鱼的养殖 也提供了这种丰富的这个饵料鱼 清远地区主要养殖的 桂鱼品种是翘嘴桂 因为嘴部微微向上翘起而得名 翘嘴桂是我国最常见的桂鱼 分布广泛 也是我国大部分地区 养殖的桂鱼品种 西塞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 桂鱼肥 古人说每年三四月份的桂鱼 最为肥美 而如今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桂鱼 可谓幸福至极 养殖户在一年中 不同季节分阶段投苗 满足消费者时时刻刻 都能与桂鱼来场舌尖上的约会 那么桂鱼是如何锻炼成为肌肉男的呢 在收鱼现场 我们注意到所有人都全副武装 手套和帽子成了标配 有的人甚至戴上了安全帽 几度让我们怀疑误入了建筑工地 整个桂鱼在淡水领域的话 它是处于食物链比较高端的位置的 基本上比它这个嘴小的 这个鱼它都能够吃 它整个背鳍的话 实际上是很锋利 很坚硬的 它的平常是比较安静的时候 背鳍是收起来的 当它感觉到不安全 或者说危险的时候 它就整个背鳍也会这样张开 因为第三鳍条 它也是带毒性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 扎的人是比较疼的 就在张明为我们演示的时候 手指就被桂鱼咬出了一个小口 原来桂鱼的背鳍和牙齿十分的锋利 再加上运动系统的发达 不仅对水里的鱼类有杀伤性 对捕捞的人也有一定的威胁 现场所有的防护工作 都是为了防止桂鱼突然跳起 对人造成伤害 因为桂鱼的凶猛特性 整个收鱼的过程 显得紧张又惊险 围网的时候 要小心翼翼地向前推着走 一不小心 这个运动健将 就会从鱼网和泥巴的缝隙中溜走 而且很容易发生 跳网逃跑的情况 刚捕捞上来的桂鱼 要根据重量区分为几个等级 为了缩短桂鱼离开水的时间 保证它的鲜活度 每条鱼单独称重 显然不太现实 这时就要借助我们的 挑鱼小能手来实现了 在不被刺伤的情况下 将鱼分别装进眼前的几个框内 每个框的重量只差二两 这个过程只能靠手完成 咱们这一上午能挑多少啊 两万斤的我用 一般两万斤的话多少时间 三个钟头了 我们几个人谁的手比较准啊 这个 是吧 这个是老师傅 那您挑两个我们撑一下 来 您拿的这两个是多少 这条一斤吧 这条一斤一两 就差一两啊 是啊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撑的准不准好不好 多少 一斤 一斤吗 对对一斤 准确的刚好一点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看一下 这个呢 一斤一两 这个还好一斤一两 哇一两都没有差啊 你太厉害了 鱼从手里一过 就能准确地判断出重量 这个本事堪比垫子秤了 没有两三年的时间 很难练就出这个本领 一般我们都是分六个队格 一个市场价格不同 好队格都是一斤大一斤三的 这个鱼比较少管理 外面的市场消费得好 消费高一点 不同等级的贵鱼 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不同 其中一斤到一斤三两种的 鲑鱼价格最高 市场上可以买到六十 甚至上百元一斤 所以鲑鱼价格高的 第一点原因 就是它先天运动系统的发达 同等体型的情况下 鲑鱼比许多鱼的重量更高 肉质也更为紧实鲜嫩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 让鲑鱼成为贵族呢 鲑鱼是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只要是活的 比它体型小的鱼类 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 所以养殖鲑鱼 也要从小到大 喂食活的耳料鱼 这个是麦领 麦领小鱼 今年之中 基本上 它那个鲑鱼有多大 你就拉多大的取料鱼给它 基本上都是这样 如果它有半斤的 你就要给大一点的 那个取料鱼给它吃 如果它太小的 哪怕是要刚刚沙的 5了5分砂糖的时候 你就要给小一点的 那些取料鱼给它吃 这样慢慢看就 如果鲑鱼有多大 你就给多大的取料鱼给它吃 鲑鱼善于借助侧扁的身体 和斑驳的体色 隐藏在实力中进行伏击 它们攻击猎物的瞬间 动作极为迅速 不到一分钟 一整条鱼就被全部吞下 采用活的耳料鱼喂养 既满足了鲑鱼的生长需求 在追强耳料鱼的同时 不断地运动 肌肉也断裂得更为紧实 活蹦乱跳的耳料鱼投入饲养鲑鱼的鱼塘后 几乎很难鱼口脱险 鲑鱼之间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 你争我夺 没有点真本事也很难混到饭吃 换句话说 能出现在池塘中的鲑鱼 都不是一般的鱼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运动员二代 因为从他们父母那边开始 就经历严格的筛选 我们主要现在挑选 基本的标准就是第一个 就是大发 发斑纹比较大那种 还有第二个就是背向右比较厚的 第三个就是背脊不会缺刺 顺脊不会缺刺的 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 今天挑出来的一种 抗病能力强 抢食比较强 这吃耳料鱼比较强一点 挑选青本就是为小桂鱼 挑选优质的爸爸妈妈 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优选出的青本 无论是从生长到捕食能力 都略胜一筹 这样培育出的桂鱼 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 在遇到耳料鱼时 也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桂鱼的生长期是五个月左右 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喂食一次 这就需要大量的耳料鱼 一般是一斤桂花 就是要四斤半左右那个小鱼 七个桃那个鸭小鱼 七个桃桂花 那是高的比例呢 大 为了能持续提供健康的耳料鱼 许多养殖户还自己同时喂养耳料鱼 往往一堂桂鱼要配置六七堂的耳料鱼 一条桂鱼体重长到一斤的话 需要吃掉四五斤的耳料鱼 算下来光是小鱼的成本就需要三十元钱 所以高昂的养殖成本是桂鱼价格高的第二大原因 但是除了肉质紧实耳料成本高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殖风险高 养殖桂鱼是个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 即便是有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也不敢打包票能万无一失 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 近些年随着桂鱼养殖密度的增加 出现了越来越突出的病害问题 桂鱼喜欢身居池底 平时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一旦发现有桂鱼经常浮在水面上 那就有可能是生病了 而且一条鱼还可能传染给整个池塘的鱼 所以养殖生产过程中 比起生病了再治疗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就是做好预防工作 俗话说养鱼先养水 水好鱼就好 为了让桂鱼肥美而健康的成长 如何养好一匙水呢 每天在经理上如果是苗西压 差不多经常要验水 前天一天或者两天再验一次 如果到了一天验的鱼都 各方面都比较正常了 你就没有天天去验嘛 是不是你才三天五天验一次就可以 水质监测的工作 主要内容是PH值和水里的氨氮和亚硝酸盐含量 正常来说每个池塘都是密闭的 与外部水源隔绝 水质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 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鲑鱼自己 一个是排泄物 然后它分解以后然后会产生氨氮 氨氮会被一些细菌分解 分解完了以后会产生压硝酸盐 自身的排泄物给水质不断地带来污染 从而增加了病害的几率 这是养殖桂鱼不可避免的问题 为了给鱼儿保持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养水是头等大事 养殖户需要定期加入海盐和多种微生物菌 起到杀菌和调节微生物环境平衡的作用 看来养殖桂鱼不仅要了解桂鱼 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 除了定期检测水质 补充微生物菌之外 池塘增养机也是要全天启动 提供充足的氧气供给量 水质的好坏 不仅关乎到了病害的防御 也是这一年桂鱼肥美的首要保障 所以养出一条好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养殖户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成本 这样看来淡水鱼里的贵族称号 桂鱼是当之无愧了 桂鱼在当地人文的生活当中 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清源甚至是整个广东地区 每到重要节日 或者宴请亲朋好友 都少不了桂鱼的身影 象征着大富大贵 除了美好的寓意 好吃才是获得认可的原因 鱼的吃法非常多 清蒸红烧最为常见 有人说清蒸是一对一条鱼的最高利益 因为清蒸的调料用的很少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鱼最自然的鲜味 如果一条鱼连清蒸都好吃 说明它是真的极其鲜美 桂鱼绝对是经得起清蒸的考验 将鱼肉和鱼骨分开制作 才是完美的做法 鱼骨上的肉比较厚 仍然采用传统的蒸法 而鱼腹的肉较为鲜嫩 切成薄片 用最快的速度开水烫熟 将两种鱼肉的做法合而为一 一道特色珍贵鱼就完成了 这种做法的巧妙之处 就在于不同部位不同处理方式 把鲜味的损失降到最低 而采用同样方法制作的草鱼 对比之下 鲑鱼优势就十分明显了 鲑鱼鱼肉的颜色更为鲜亮 白嫩 而且十分紧致 如同蒜瓣一样 成块状 而草鱼肉的颜色是粉红色 肉质松散 轻轻一碰就成碎末 除了鱼肉结实程度的不同 鲑鱼另一个优势就在于刺少 除了主刺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小刺 更加方便老人和小孩使用 出色的表现 让鲑鱼成为了淡水鱼中的佼佼者 要说本地人吃上新鲜的鲑鱼 十分的简单容易 但是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市场上 也能买到新鲜的鲑鱼 许多消费者就纳闷了 鲑鱼在池塘里养殖的时候 需要24小时不断增养 现在离开了鱼塘 运输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还是活蹦乱跳的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养殖户将鲑鱼卖给了经销商 经销商发往外地之前 还要进行二次细分 分规格最主要是因为南方跟北方 对于鱼的规格有些不一样 北方人就是喜欢 基本上是鱼的规格会比较大一点 南方基本上就是八两到一斤 所以我们又进行分规格 也要花往不同的地方 细分之后就进入了 鲑鱼运输中最重要的环节 其实鲑鱼能保持鲜活的奥秘 就是这些白色的保温箱 它们可是为鲑鱼专门配备的豪华头等舱 不过在踏入豪华头等舱之前 鲑鱼先要经历一个特殊处理 鱼坛大概是十七八度 我们一拿回来的话 就分三个级别 每一级可能是降到三到四度左右 到最后经过两三个小时 足体就是张牙完以后 能够让鱼适应到 大概是八度到九度之间 让鱼进入半休眠状态 通过残土运输的话 减少耗氧量 拿到鱼能够残土运输 从我们广东这边直接预发到北京那边 可能经过五十几个小时 也能保证这个鱼的 大概存活率百分之九十九 原来分级降温的目的 就是让鲑鱼进入休眠状态 这样一来 不仅降低了能量和氧气的消耗 还防止了运输过程中 相互碰撞造成伤害 然后我们现在打包之前的话 是先要掏个袋子 然后换一点适量的水进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要再增加一个 还要再放一块冰袋进去 换冰袋就起 最主要起到 在运输密闭 车辆密集空间 能够把打包的里面的水温 保持在 控制在一定的温度 密封包装后 将这些豪华头等舱 装入长途运输车内 而最为豪华的地方 就在于每个箱子 都配有单独的氧气管 不断地输送氧气 这样的豪华头等舱 可以让桂鱼舒舒服服地 一觉睡到目的地 从养殖到运输 先是养殖者的要求 更是我们消费者的追求 那说起桂鱼呢 还有一道名菜 可正是跟着鲜味背道而驰 这就是灰菜中的经典 臭桂鱼 新鲜桂鱼清洗干净 盐和花椒涂抹均匀 2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 腌渍六七天后 鱼体变发出似臭非臭的气味 闻起来微微泛臭 吃起来却鲜香无比 很多人会说 那吃新鲜的食物不是很好吗 干嘛要吃发臭的东西 大家看 跟臭桂鱼一样 闻着臭吃着香的美食 还确实不少 比如说 湖南人爱吃的臭豆腐 还有北京人爱喝的豆汁 还有臭味食品 纳豆 你看这都直接拉丝了 喜欢的人是欲罢不能 那不喜欢的人 想绕着道跑 也有人会问 那这些重口味的臭味食品 真的安全吗 臭味食品的安全问题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致癌 警惕 危害的说法往上常见 那他们到底是不是变质食品 致癌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 这样的食物您敢吃吗 他们真的安全吗 那这新鲜的食物和发臭的食物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就拿我们今天要验的鲑鱼来举例 我们就来看看新鲜鲑鱼和臭鲑鱼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臭鲑鱼会不会由我们担心的物质存在呢 我们分别将鲜鲑鱼和臭鲑鱼进行安全指标检测 首先发现大家担心的腌制中产生的压硝酸盐的确存在 腌制两天 四天 六天 八天的臭鲑鱼 亚硝酸盐含量分别为8.85 12.26 17.10 21.93毫克每千克 虽然随时间逐渐增多 但仍然在安全范围之内 我们还发现臭鲑鱼的营养成分 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臭鲑鱼粗蛋白17.69% 比鲜鲑鱼多出0.65% 鲜胃氨基酸含量5.9%增长至6.12% 明显增多 味道鲜美 有离氨基酸每100克充33.33毫克 增长至每100克充468.08毫克 检测结果表明 这臭鲑鱼没有变质 没有变坏 反而更有营养 按照这个道理 那这些臭豆腐 什么纳豆 豆汁 还是营养价值很好的宝贝了呢 那臭味食物更营养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臭味食品变臭 并不是因为食物的变质 而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生分解 发酵所带来的气味 比如说酒量 发面 酱 醋 腐乳 豆豉啊 豆豉啊 这些都是通过发酵而制作的食物 通过微生物发酵呢 反而会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 它可以促进矿物质啊 还有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低足维生素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制作过程中的安全性 我们在家呢 如果随意制作的话呢 容易让有害菌防殖带来危害 美味的食物啊 不一定都是香喷喷的 你看这些闻着臭 吃着香的食物 不仅口感独特 而且呢 营养也更加丰富了 这鲜桂鱼啊 清蒸 鲜香美味 臭桂鱼肉质醇厚入味 那口蒜瓣肉啊 闻着臭 吃着香 无论怎么吃 都是营养又安全的 您可以放心食用 那关于桂鱼的事儿 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了 如果您也有关于餐桌或者是农产品方面的疑问 欢迎您和我们积极互动 我们来帮您验证 帮您探寻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咯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